HELLO 大家好,我是俊玲老師,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蠻多人看我的影片,但是都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點支持,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更有動力帶來更多很好的影片給大家 謝謝你們喔 好,那今天呢我要來介紹的就是 俊玲老師到底有些什麼首飾啊,手錶還有珠寶 自從拍了我的closet tour之後 大家都會想要知道說一些小detail的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吧 登登! 這個櫃子是我請人家設計的,所以我把它設計成兩層 這樣我在找東西的時候呢,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收納上面也非常的多元化 還有空間也是利用得非常好 好,那我就先從介紹手錶開始吧 買好的手錶就一兩隻就好了 不需要說買到一大堆 因為其實好的手錶蠻昂貴的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一隻錶就是這一隻了 這隻呢就是AP的Royal Oak 那Royal Oak它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旁邊是磨砂的材質 那看起來會有一點像鑽石的感覺 但它其實不是鑽石 戴起來呢就會有非常吸睛的效果 它在光線下的時候就會有一種閃閃發亮的感覺 那我戴的這個尺寸呢,我記得是 因為它很薄,它沒有辦法做機械在裡面 所以這隻錶是實音的 那我自己個人建議說,如果你想要收藏錶的話 不是只是單單為了好看的話 是去買機械錶是比較適合的 就好比這一隻 那這隻佩奈海的錶呢,是我第一隻比較貴的錶 我覺得它就是表面呢非常的特別跟酷 那它也是機械的 它旁邊的這個地方呢,設計也非常的特別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隻呢是Cardia的Panther美洲豹系列的錶 鋼的配金的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必要買到全金 因為我覺得有這種銀配金的感覺比較好看 然後我買的是小號的 因為我的手腕很細 我覺得小號的比較適合我 再來這隻錶呢是我媽媽送我的 這隻錶其實歷史已經非常悠久 讓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很喜歡他們這個長條型的造型 那你如果覺得有時候看膩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換像這個錶帶 他們都有在賣不同的錶 在不同的顏色 那我的錶呢目前呢就只有這幾隻 那我自己下一次的目標是Rolix Cardia的像這個釘子系列的手環 然後呢我自己還有帶Love系列的 像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 最經典的Love的系列 然後這個我買的是四顆鑽的 我買的時候尺寸有點太大 不太改一直帶著它 但是它現在這個Love系列是有改良的 所以它這個一邊是扣起來的 然後另外一邊是酸的 所以它是比較不容易掉的 愛馬仕的 我之前在配貨我有介紹給大家 小豬鼻系列的 然後它的手環我很喜歡 這也是小豬鼻系列的 然後還有這個Van Cleve的 它是一個珍珠的表面 然後非常的簡單 還有咧就是這個LV的手環 我一直覺得蠻可愛的 像這個VitaFed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這個牌子 那它這個牌子呢就是很著名的這個 釘子的設計 然後我買的是有鑽的配黑色的 這個是Celine的 舊的Celine出的它的Nuts系列 那我覺得有時候帶一個 有比較特別的手環 我覺得我非常的吸睛 還有來愛馬仕出的 它這個陶瓷手環 夏天的時候比較適合搭配 像這個CDC啊 還有它們的一些手環啊 Dior的之前出的 薄熙米亞系列的手環 我覺得蠻可愛的 像Brush呢 我覺得它不是只是可以放在衣服上 有時候呢 像我戴這種帽子的時候 我就會放一個像這樣子的在上面 或者是這個 這個是Lovet 大家如果去逛過Lovet的店 他們的店員都有一個這個 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這個是Dior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裝飾在帽子上面 是非常的特別 那我介紹幾條 我自己覺得比較特別的 首先呢是 這一條呢是 我在chanel的Vintage的店裡面買的 那時候找這個東西找好久 這條買完以後 我就在網路上再也沒找到 我自己名字的項鍊 很可愛 再來呢這個 這個是我的Dior的 choker 我很喜歡這個choker 這個造型的 叫月牙型的 整體這樣搭配起來 就會非常的好看 我也很喜歡這個 項鍊 如果大家想要詢問我任何項鍊的牌子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區就是我的耳環 詢問度最高的就是這個啦 迴紋針耳環 這個牌子呢叫做APM Monaco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產品質料是還算不錯的 然後這是他的耳環 你看他的耳環其實戴起來非常的亮 雖然不是真的賺 但是戴起來就蠻好看 穿進去以後呢 他是變成像星星這樣子 一整排 我也蠻常買他們家的戒指 然後再來就是Dior啦 他出了這個小蜜蜂系列的這個耳環啊 那時候一看到的時候 我就瘋狂的問我的Sales 戴起來非常的好看 然後一邊一個 所以你也可以跟其他的搭配 很喜歡他這種仿舊的金銅色 這副呢就像是剛剛那個APM的那個牌子 他也是這樣戴上去 戴起來很好看 加Dior系列的 他有小珍珠小蜜蜂 跟一個小鑽石 很可愛 我自己是不太常買 戴起來很長的耳環 因為我的臉比較小 所以我戴長的耳環就比例很奇怪 然後還有他們家出的這個環型的 是買小號的 他後來有出大號 一邊呢是他的Jadier 另外一邊呢是一顆星星 比如說Chanel的話 那這副呢是我老公第一次送我的 是一個Chanel的金色的 我還記得他原本是給我買了一個垂吊式的 原本是長這樣一個大顆的C 那時候還是男朋友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換了一個 那Chanel的就不多介紹了 像是珍珠系列 啊剛剛Dior忘記介紹他們經典的這個珍珠的 後來出的另外一個版本 然後我想介紹這個Fendi的耳環 很特別就是它是三個環型的 它既然是男生的系列 然後三個環型的 然後它是這樣子堆疊起來 你是從側面這樣 戴起來就是有個層次感 我覺得蠻酷的 我很喜歡買愛馬仕的銀式的耳環 這是小珠筆系列 然後這個是我忘記就是什麼系列 最後呢要介紹的就是戒指啦 這個APM Monaco 這個牌子他們出的戒指也是非常的閃亮亮 戴起來就是非常的亮 出這個眼睛系列的 然後戴起來也是很亮 戒指呢還有這個寶格莉的 還有這個彈簧系列 這個也是APM的 戴起來很好看 還有VitaFat 就是他們這個經典的 釘子系列 我買的是大理石的版本 我還蠻喜歡買愛馬仕的戒指的 銀式 它的銀式呢都非常的簡約好看 這跟剛剛那個耳環是同一個系列的 戴起來是蠻特別的 然後這個是Kelly系列的 Rose Gold的戒指 然後有四個鑽 我覺得蠻好看的 有時候可以做一些搭配 忘記介紹了 這放在這裡 這個是Love系列的耳環 是它最近才出的 我個人覺得非常適合購入 好啦 給大家再看一下最後一眼囉 好 那大致上呢就是這個樣子啊 今天君宇老師介紹我的 手錶手勢珠寶就到此結束 再一次跟大家說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按讚跟留言喔 讓老師有更多的動力 可以拍出更好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掰掰 這個集結束 我們老闆 我們 感谢观看